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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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你沒有意見 你放手, 你沒事吧 你答應我這麼大聲叫我再放手 你根本才殺死熊二 現在連我也想殺了? 我沒有殺人, 熊二的死與我無關 你說什麼? 你不是這樣也不記得 熊二被殺的時候 你在手機場撞到我 和追到我一條街 手機場有彎仔, 火爛又有牙地 我怎麼分身殺人? 那你找我幹什麼? 我不找你, 我找誰? 現在那些警察和白熊二的 以為我殺到他的大哥 到處罰我, 平出為幫忙追殺令 你不出來證明我清白 我一定死無生 你做了這麼多壞事, 預料到今天了 你好了 我大口音如果不是走投無路 用來求你 本來有個機場老闆 都會幫我做證人的 誰知道我走了越南 都不知道什麼時候回來 現在唯一你可以做時間證人的 什麼?叫我做你時間證人 你不是疏了就好嗎 我跟你無依無仇 你這麼久都堅持要抓到我為止 這樣證明你是一個盡忠職守的警察 你不會眼睜睜看見我被人冤枉 你別以為責我幾句我會幫你 不是, 你沒有殺人就要自首 去自首? 現在你真的認定兩間謀殺人 都是我做的 我去自首不是只會送死 拘留了這麼多熊二的小子 我豈不是死得很冤枉 你要保住我的命 行…我幫你 幾晚就被我搞定 你不是有趣我叫賣英嗎 怎麼變了雞仔? 你何止雞仔? 快變了暗春了 現在每個人都想招我的命 我去快餐點吃個飯也不敢 昨晚到現在的粒米也沒進肚子 真可憐了, 吃得像餓鬼一樣 她就是Madam英的最惹最大好益 像黑衣多一點 她就是沒有牌服上騙飯吃的 你別這麼說她 她已經很可憐了 所以做人千萬不要逃錯 真的有報應 你說夠了沒有? 我餓了, 我不是聾 想當年我和你… 你還說? 你當這裡是什麼? 酒店嗎?吃飯吹水嗎? 吃飽就下口供了 吃飽吧 如果你真的沒做過 就真的把整件事說出來 證實你是無辜的 就幫你拆掉它 其實? 我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無緣無故全世界說我殺了熊耳 我和熊耳沒有帶有些恩怨 想當年我和風光做大哥的時候 她是我的男人 誰知道當年碰到你那個死 Madam, 我就開始走衰運了 黑過蜜豆, 結過芝麻糊 熊耳趁機會上位 誰知道要做大哥, 忘恩負義 你要陳年舊事, 我們不想知道 你省一口氣, 說重點 就由你殺警察那裡開始 不過什麼什麼殺警察 我根本沒有殺她 我也不知道什麼, 為什麼殺她 但你的確去過案發的酒店 是呀, 還被閉路電視拍到你 假裝鬼假裝馬 在叉叉住那層樓出現過 你還有什麼話說? 說話這件事, 我心算了 是, 我在酒店 趁著人們Check in、Check out 我就走進房間裡 拿些洗頭水、簡易、毛巾 我去賣 本來我偷得挺順利的 誰知道我忽然間聽到 旁邊606號房有人吵架 他們吵得很大聲 不過你說的好像是泰文 我聽不懂他們說的什麼 我擔心他們會驚動酒店的人 於是就急著他們走 誰知道很壞不壞 黑者撞著黑面臣 一出來就撞到你了 那之後呢? 之後你走上了殺人嗎? 傻瓜, 當然是走的不偷 事情就是這樣 聽起來又多合情合理 又不像是說謊 我就說太合情合理了 像在這裡作故事 我沒有作故事 我根本沒有殺賊 你口口聲聲說你沒有殺過賊 但是那天在果欄內 我親耳聽到你和洪兒說 你殺了賊賊 還要殺賊, 還要搶走他批貨 當時我是胡說的 洪兒挖我殺人搶貨 我怎麼說他又不相信 還要把我的手放下來 四人能扭也先認 當時我打算是騎倫過招 讓洪兒和騎倫鬼打鬼 我就可以生氣了 對了, 洪兒可能相信我 就去和騎倫說話 然後就被騎倫堆倒下 那你知不知道騎倫 明日之星, 什麼事?閃道來我們D.I.E. 我們這裡的光線不太充足 你戴著副黑超 我當然看不清楚, 坎頭埋牆 你放心吧, 我們很快就走了 對了, 這次真的麻煩你們D.I.E. 和我們重案組合作 看到Jackson 和大口英回來 等等 你們憑什麼帶走我們D.I.E.捉回來的人 大口英是殺人嫌疑犯 應該是我們重案組追蹤的 D.I.E.這樣操縱的事 等我們來就行了, 謝謝 你這臭警察, 我這麼相信你 你出賣我 我沒有, 你是誰報料的? 是我 是我通知高Sir他們來帶走疫苗犯 駱Sir, 你竟然出賣我們 別這麼說話 這些兇殺案應該歸給重案組 不是我們工作範圍 高Sir, 麻煩你 麻煩你, 謝謝你, 駱Sir 也要麻煩你們 再去Jackson 駱Sir 你死傢伙, 你出賣我… 你出賣我… 我沒有出賣你… 以為坐為同一條船槍開一致對外 誰知入房夜房家賊難房 好 我看你, 女人, 你要閃靈嗎? 不是我, 是駱Sir 你隨便找紅衣的遺物出來吧 我看你, 你怎麼會要我閃靈 你正說不是要重案組 在那裡落口公 幫大口瑩做時間證人 我就是不想做她的時間證人 你知不知道剛才我落口公時 我多想說我根本沒見到她 你明明在案發的時候 在其他地方看到大口瑩 為什麼你好像再不相信她不是殺人 我看過而已 但不代表她一定沒有殺人 晶晶, 你是不是想多了 為什麼你不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事 總之我覺得大口瑩不知出現什麼狡猾 你要我幫她做時間證人 如果她真的殺了人 我豈不是幫她洗條嫌疑間接幫兇 晶晶,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大口瑩怎麼可以在這一邊見著你 而分身去另一邊殺死紅衣 我想多了, 不用這麼煩 Pier, 你驗紅衣的屍體的時候 沒有發現什麼可疑的地方 例如她的屍體被冷氣或乾冰 那些東西急凍過之類 令她的死亡時間延遲了 我驗屍的時候 還沒有發現Madame你所說的痕跡 而且根據警方現場報告 紅衣被殺之後不久 被她的手下發現 我覺得她的死亡時間沒什麼古怪 你不讓她有個孖山兄弟嗎 還有可能她會瞬間轉移 有多奇怪, 你也懂得閃靈 大口瑩可以有超能力 最有可能就是你對大口瑩的成見太深了 為什麼你總是要幫她 好, 既然你這麼不同意我看法 那你就用閃靈證明給我看 她沒殺過人 你們慢慢閃, 我去喝杯咖啡 好, 好像廢就這麼說 警察想要這個新危險的世界 喝分 麻煩你, 閃得好好看看 不要閃像以前那些 想爆頭的東西出來 最好閃空手的樣子 為了表現我這次閃靈的誠意 我將它成為2.0的加強升級版 你真的不用怕嗎? 你閃到什麼? 我看見一個人 什麼人? 是大口瑩 大口瑩? 我都說她是兇手, 她真是很… 太好了 等一下 我在這麼多次閃靈裡面 都沒試過看見兇手的樣子 應該是熊二想告訴我 在大口瑩身上 可能會找到兇手的線索 凡事都是第一次的 為什麼你總是不相信大口瑩是兇手 為什麼你一定要咬定大口瑩 就是殺人兇手 那你就是說我公司不分 我就是知道你公司分明 我不想你拘捕錯人 你想想 如果大口瑩真的殺了叉叉和熊二 他為什麼要找你幫忙? 他可以賣了批貨 硬硬地走去享受世界 那現在真的怎麼樣? 你還記得大口瑩說過 熊二真的會相信他說 麒麟走去搶了那批貨 難道就像大口瑩所說 熊二去找麒麟走去敷氣 結果竟然念數被麒麟殺死? 好, 放在這裡, 謝謝… Cara Man的燈光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麻煩你了 化妝, 你還準備好了嗎? 阿姨 要看夢工程就拿了過來 幸好說得及 否則真的不知道給了什麼曲奇 再來拍照 說服裝大姐, 真是搞什麼 不要緊, 再說一次就行了 對不起, 佩佩 強硬拉了你來幫忙 又沒薪, 又要你走來走去 傻瓜 當然了, 反正我還沒找到工作 還是在家裡耍的 不如來跟阿薩你來學習吧 最重要的是 這次剛是在於你的大好前途 我當然要來支持你了 說真的, 這次的計劃 真是令我整個人賺歸了 我真是犧牲色相 阿薩姐, 事件已經準備好了 隨手去賣位 謝謝 這個曲奇搞什麼? 到現在還沒到 珊姐, 阿薩 今天我不是預約了曲奇 來工作室拍照嗎? 他現在還沒到 什麼?他不能來? 那怎麼辦? 我自己想怎麼去? 好, 好, 再見 什麼事?茶姨 阿薩姐說臨時幫曲奇接了商場表 所以不能來 怎麼搞的?你一早就抹去旗 阿薩姐說商場表有錢收的 難道不接嗎? 但工作室只給我們今天拿了旗 那他們不來怎麼辦? 好 好 概念說的是 無論多普通的人 只要參加了我們這個新星大賽 都有機會成為舞台上的超級巨星 這個想法也不錯 不過他也跟你說過 用我們公司的藝人去做主角 為什麼要用這個女生呢? 我知道我沒有照今生的意思去做 不過我認為是說新人, 新星 如果找個普通的女生來做主角 看到的人會更加感受到這個奇蹟 有可能隨時都會發生在他們身上 我覺得阿薩這個想法很好 用有知名度的明星 用三面孔反而更加要說服他 我就不是這麼想 我覺得用曲奇的效果始終會比較好 而這個女生根本不知是誰 那是怎麼捉到人客去留意我們的廣告 阿珊說得有道理 那個想法是貼字主題之外 如何吸引人去看這個廣告也很重要 沒錯, 這個點子我真的忽略了 我知道阿薩原本預約了曲奇拍照 不過曲奇臨時自補的工作 所以才逼著用這個女生 既然這次是藝人的當期出現問題 也算是非戰之罪 阿珊, 我問過你的助手 曲奇的商場表演 是在Natasha預約後兩個小時之後 為什麼你要曲奇提前兩個小時去商場 因為我怕曲奇會遲到 我不想影響他形象 如果為了公司利益作為優先考慮 當然沒問題 但是如果有人想利用藉口 來做搞笑動作 我絕對不容許, 好嗎? 你叫Natasha 甘先生, 你叫我殺就行了 我很滿意這個計劃 代表是你的林象應變能力 果然沒令我失望, 做得好 謝謝甘先生 我代表夢工程, 歡迎你 甘先生, 請我嗎? 很開心, 謝謝甘先生 謝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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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 你說謝謝薩姨 找你的助手請她吃東西 為何要把你送給你 大家一場親戚 為何要跟著計較 難道我經常去你們吃東西 我會跟你算嗎?不用算 你知道嗎? 我還以為你不會覺得不好意思 吃東西吧, 真是的 其實說回來 那天不是多虧佩佩頂著當做模特兒 我的計劃一早就玩了很久了 所以我要謝謝佩佩就真了 總之你以後就生生生生生做下去 不是一、兩星期被人試招炒人 是… 我女兒家竟然很不生性嗎? 佩佩是聰明女兒, 何必你不擔心 佩佩的樣子我真的看見她是傻子 但原來她真的很聰明 她那裡拍的照片很有意識 是 很像的, 你看, 很漂亮 很棒 很棒 對 佩佩何止上鏡? 簡直有明星照片 她現在進了娛樂公司做 遲點就可以當明星 媽媽, 佩佩現在替薩姨做助手 那就叫薩姨捧紅她 有什麼不行 是嗎? 公娘, 沒事吧 慢慢吃嗎? 東西頂住她 你飽了, 不要再吃了, 強行來 你別看過冬瓜中小小 裡面有很多肉 我剛才阿北極也吃不完 冬瓜裡面有很多肉 吃完奶粉和膠粥, 知不知道? 怎麼樣? 女士, 研究完你的照片了沒有? 你不覺得很古怪嗎? 在酒店空岸現場的地上 有這麼多榴槤殼 但是這麼少榴槤肉? 還有, 那天我在果欄 遇到紅二和大口櫻 紅二的馬仔不斷用榴槤來扔我 扔得整個地上都不僅少榴槤肉 那豈不是叉叉吃了榴槤肉? Pia驗屍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他的胃道有很多榴槤肉? 那又沒有? 那倒是, 我懷疑她的榴槤肉有古怪 連寶寶都支持我了, 是不是? 我接到你們的電話之後 我在果欄的空岸現場 找到大概雙等於五個西瓜道的西瓜皮 但是只能找到 大概三個西瓜道的西瓜肉 數量上似乎相差得遠了 那就是說這兩宗案件 都是用水果來殺人 而共通點就是刻意把水果打破 好, 化驗是你職責, 查案是我的責任 你不是說過你去果欄的時候 你看見紅二逼大口櫻交貨出來嗎? 我一收到封, 警察那邊有資料 說過泰國老死的時候 你被酒店閉路電視拍到 不是你殺了他搶了那批貨 警察會通緝你嗎? 既然紅二要交易那批貨 是由警察帶來的 警察又來自泰國 你說警察是毒販? 那紅二趕的那批貨很可能是毒品 那豈不是解釋了 還是榴槤殼和西瓜皮 會比榴槤肉和西瓜肉更多呢? 他們犯了的手法 就是把水果都畫出來 然後把毒品塞進去 再混合其他水果, 染人 難道就像達英所說 紅二死對頭麒麟收到封 知道紅二和賊妻有一宗毒品交易 於是他還沒住, 搶了一批貨 不但還殺了警察 後來被紅二知道了 跑去找麒麟算賬 結果被麒麟殺了 你收到的資料不是真的嗎? 麒麟的賊妻是不是真的在這裡? 絕對不會有錯 剛才我跟美人和正義去過單案去看 看到槍全都封了 而且一門口用裝的閉路電池 肯定是做了電線的過夜 還要進去 你看在這裡鋼雜 做起也有說 肯定要來擋子彈的 我們就找到下面的看間了 紅二十年在這裡出入 肯定沒有錯了 你不用說了, 越體越來越借到高牆了 對方有武器, 大家小心點 慢著, 記住, 今天有橫臉 目標出現, 大家準備好 大家準備好 好, 三聲 小燕 這張出發很勇氣吧? 太老了, 走 阿朕 我…不哭 別動 誰真 你過去就別動 我爹 別動 不要走過來,我打死他 肥女不要亂來,你跑不掉 葉前執法人員很大罪 最多你一命賠一命 有死警察戰師弟,我賺了 我數三聲 你再不放下槍,我一槍就打敗我的頭 一 二 三 阿翔 怎麼了?你不是開槍嗎?開槍 你瘋了嗎?你當我老婆嗎?我真的開槍 張Sir,你瘋了嗎?別亂來 你一起來快點,Sir,真的會開槍 那還好,應勸信職,還在浩元 簡直是幸福結束 杰倫,一槍就不死我了 來,不要多槍 開槍 你別讓我,我真的開槍 我別讓你 我是求你,大哥 開槍,開呀… 假槍? 你不是吧? 洗衣粉? 對,檸檬味道 你不是告訴我用工業洗衣粉 去扮名牌洗衣粉,出去騙人錢嗎? 找餐點而已,Sir 你用不著這麼大陣仗 拿槍就拿來蓋檔? 你作死嗎?你弄洗衣粉而已 用不著神神秘秘地安裝閉路電視 鋼閘 這個上手是打金工場 工具放在這裡,難道吃掉它嗎? 你就是為了這些傢伙 殺賊差和紅衣? 你別誤得誤我,我哪有殺人? 你最近什麼時候見過紅衣? 已經上個月了 之後我回到大陸談生意 我回到香港才知道紅衣被殺了 沒有,你不相信可以拿回鄉證去檢查 霈霈,不如我們去另一個地方吧 聽說前面的牛排很棒 不如我們過去試試 不,這裡挺好 怎麼是靖兒哥你說的? 我找到工,我想去哪裡就去哪裡? 不過你不覺得我們這些地方 我年紀大得少許嗎? 怎麼會呢?別說這麼多 今天這麼開心,先乾杯 好,那我祝你事事順利 不是應該祝我早點遇到個英俊明星嗎? 我知道了,你當然怕我被英俊明星吹了 說真的,我真的會擔心 你知道,娛樂圈品流複雜 萬一就像上次一樣 放心吧 我知道有你在,你一定會保護我 我自己也自身難保 也不知道過了你多久 別顧著喝東西,我們去跳舞,來 跳舞?我不懂跳 怕什麼?這裡人都亂跳 人一輩子不一輩子,什麼都要做的 來吧 不是吧? 跳 露霈,不是吧?不是真的要跳嗎? 跳吧 那就跳了 靖兒哥,靖兒哥,不用這麼誇張 你喜歡打功夫嘛 跳舞和打功夫差不多 只不過多了一些音樂 那你就跟著音樂、跟著節奏 打功夫就行了,來,試試 好,就像李小龍先生的鐵壺鐵步一樣 就行了 走 走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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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龍先生,靖兒哥,靖兒哥的樓 真好看 把架子扭一樓行不行? 走 阿叔,你沒事吧? 你不是打算妨礙我嗎? 你也幾十歲了,不是真的想和我爭 警告你,不要搞我女朋友 我對你不怕氣 她是你女朋友? 是呀,她不僅是我男朋友 還能打得更好 我真的不太相信 還不走? 阿叔… 放心吧,哥哥,沒事了 我什麼時候都放心 我說過的,有你在,你一定會保護我 我… 潘潘,看來這裡也很安全吧? 怕什麼?這裡每個人都是這樣 我的意思是我們不用再裝下去 是呀,幹嘛還裝下去呢? 你一早喜歡人,就早點出聲 阿貝貝,剛才我一時心急才這麼說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明白,正義哥 我知道你剛才跟芷晴姐分手 是會有點尷尬 不過你放心,我不會逼你的 總之,所有事情都順其自然 我不是這樣 拖了手就不能反悔了 康,你究竟查到多少事? 我還沒… 究竟你有沒有給這個壞人吃虧了? 當然沒有 還有的 快點說 你們別逼她,讓她慢慢說吧 朗哥,你不可以掛我們心急 這次大口英在我們地頭DIE 被重案組拘捕了 這口氣,Madam無論如何都扯不下 扯不下 人又拿了案子又不給查 重案組一定太過分了 就是了 柏芝,你陪她那個財生一整晚 有沒有找到什麼事? 我整晚陪她逛街,看電影吃飯 然後還喝了糖水 但是我一提起大口英的案子 她說扯開話題,什麼都不肯說 半個字都不提 照你這樣說,真是白了 出道美人計也搞不定 這個明日知聲百口也挺密 當然不是 根據我美人的經驗 我經過的美人計每次都行 不過,其實你是不是吞泡? 必要時,一點點的犧牲都一定要 現在就是逛街看電影吃飯 隨時令高才生不會被對他有意思 再犧牲多一點,還有一剩 逛街看電影吃飯而已,這樣也不會 如果高才生對他被對他有意思 就真的會不會的 他是不是大劑? 也許的 要是我們沒辦法和大家接觸 但是偏偏破案關鍵就在他的身上 你看著我幹什麼? 我有辦法早就說出來 看來這次真的要靠你把口說出來 你這樣說什麼意思? 假設大英沒有說謊 她最後和紅二見面,也就是在果欄 就是Madam英你出現那次 我記得那些事全部都說出來 你肯定所有細節都記得一清二楚 完全沒有脫漏? 你以為每個人都可以 于Sir,你幾天這麼好,過目不忘嗎? 于Sir,你的意思是說 Madam英可能是記漏了一些東西? 沒錯,是一些表面上完全不起眼 但是又非常重要的線索 還要完全不起眼,更加想不到 我有一個方法 可以令Madam英想起一些不起眼的東西 你現在想像一下 你靜靜身於一個水清沙油的沙灘之上 海浪聲一陣一陣慢慢從遠方傳來 海浪聲一陣子,很好聽 海風裡還夾著很多種水果的香味 海浪聲一陣子,會帶你回去果冒 看回當日的情景 不要在這裡替我花時間 砍你的手,不要 不要… 砍了就不要,到下樓人了 警察,別動 文坦英,你現在看到什麼? 這裡很亂,我看到何義和她的手下 在這裡走 你一定要集中精神,一定有東西發燃的 我終於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當日大口英收拾了熊二的手機 一定是拿來這裡賣給人 這個型號的手機? 那天我們的確是收了一部的 那現在的手機去了哪裡? 和其他水貨機一起 就是跟賣老闆去了越南 賣給當地的水貨客 去了越南? 總之我的卡片 如果你老闆回來,麻煩你通知我 好的 現在連最後的稅索都沒有賣 那怎麼查? 熊二那邊暫時查不到 我們要還原基本部 再由策策那邊查的 對,他和熊二兩個 都是被人用水果殺死的 兩宗案件的凶案現場極之相似 就算不是同一個人做 我敢說兩宗案件肯定有關連 如果我們再由策策那邊查 肯定會有新的線索 還等什麼?發發想吧 你真的忘記當日送包裹來的速大員 是怎樣的? 我這裡有這麼多人出入 真的記不見誰打火鍋 真的一點印象都沒有? 這件事很重要,你想清楚一點吧 這件事我幫不了你們 但是送來的包裹還在這裡 用來看看 什麼?包裹還在這裡? 那個高材生有這麼粗心大意 竟然留下了包裹,忘記拿走也有 他還一口咬定大口英就是兇手 連這麼重要的線索留下 也算他沒有運行 啤酒?全都是啤酒 那是什麼意思? 其實包裹裡面有什麼不重要 最重要是要讓警察離開房間 但兇手無論如何都想不到 警察因為漏了一個錢包 好,又再回房間 如果警察不回房間拿錢包 他可能不必死了 世事難料,真是頂著的 那是什麼? Ice姐姐,你的皮膚真是零無孔 像雞蛋殼一樣 你用哪種品牌的護膚品? 保安,你別玩了 你們的力量包裹,我已經發現過 結果在包裹的包裝紙上 被找到幾種的指紋 不過對比過之後 都是屬於酒店職員的職員留下 那油織和報稅呢? 報稅應該是一種 俗稱威士的一部分 裡面就是塗留了幾種物質 包括電油、解油 以及機械用的用物質 那豈不是全部跟車有關? 那個送貨員會不會是車王仔扮的? 那找到這個車房仔 豈不是可以查出兇手是誰? 全香港有這麼多車房 豈不是大海撈針? 拆差和鴻二行蹤沒什麼人知道 能夠了解拆差的行蹤 我相信他一定是鴻二身邊的人 那查鴻二身邊的人 看看是誰跟車房有關就行了 還竟然做什麼? 砸砸砸 這句話應該跟我說才對 真是鴻二身邊的人 日光日白都關門了 小楓姐有沒有找錯地方? 我查清楚, 于Sir 紅衣這麼多馬仔於中 只有這個左右手唐雞法律開車房 應該沒有錯 警察 Madam, 不如我找人叫她吧 大家四處查看有什麼線索 是, Sir, 是, Sir 上去看看 警察 早上都刺死人了 我想都沒想過 喂, 星師 什麼? 發生什麼事? 大吼英在運送去拘留所途中 發生交通意外 大吼英跑掉了 什麼? 驗師和人發現報告都已經出來了 唐啟發的確確是被招牌刺死的 而從招牌發黑這一點來看 招牌是曾經被人打過, 冰傷 我覺得雪岩的招牌 也沒那麼容易刺死人 根據鑑定報告所說 那招牌早就被人削尖了 冷凍後就等於刀鋒這麼鋒利 要刺穿有一個喉嚨, 簡直是二元反掌 從這一點看來 這宗兇案很可能不是大吼英做 大吼英一直都認為 所有事都跟大吼英有關係嗎? 是呀, 大吼英這次跑掉了 那次就發生命案了, 還不去做? 大吼英跑掉 跟唐啟發被殺的時間太接近 試問在這麼短的時間裡 他怎麼可以去雪硬一招 然後用一招來殺人呢? 我同意大吼英的說法 兇手只要用一隻香蕉去殺人 和把兩單空暗示現場佈置一模一樣 目的只有一個, 就要誤導警方 讓我們相信唐啟發也是大吼英所殺 有好消息 手機店的老闆剛從越南回來了 大吼英那天拿來賣這部手機 我看這部手機這麼新, 就保證給兒子用 是呀, 是這部 這麼多銜照 是呀, 一千張 很緊張的, 我朋友說還傳給我 我見無記憶卡有這麼多鏡 我把照片都傳進去, 還沒空看 你知不知道管有 淫市物品義工法櫃犯法嗎? 沒什麼, 我沒傳到照片出去 沒手機我也不要 你們喜歡, 你就拿去吧 謝謝你和警方合作 如果破案了, 我一定推他拿好市民獎 好鹹市民獎有他的份拿 真是該灰了, 千多張照片哪看完 我怎麼新看不看 我知道這千多張照片的確令大家很尷尬 但是裡面有一些很重要的破案線索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完 這些照片我不能看的 我看了流鼻血和暈眩的 我看完, 大家一起生眼挑針一份 如果不看, 唯有我就掌握了 你又想自己一個看完 那不看怎麼破案呢? 要不這樣, 我們這裡七個人 一人分都是百多張 一人比較難, 大家怎麼看? 來吧, 做吧, 做吧 大家過來看看 什麼? 這個不是剛才死了一個唐啟發嗎? 旁邊的那個女孩子? 她是紅二的老婆, 黎諾斯 是, 原來她們有腦子 這些是名符, 其實是歐二嫂 我突然記起了 在果欄那天, 紅二收過電話的 不是, 我是, 真是拍到 馬上傳過來給我 照片收到, 自然會找到 說, 唐啟發和黎諾斯的情慾照 很可能就是紅二叫人發給她的照片 難道紅二知道自己的孩子 和老婆有腦子 跟著這對狗男女先下手為強 殺了紅二? 這個可能性很大 但是紅二也死了 照她們兩個都可以雙縮雙棲 這個唐啟發突然跟著死亡了 紅太太, 急著說去哪兒 你們是… 警察 甚麼事? 沒有, 關於你先生避謀殺的案件 有些事想問問你 握著這麼大的行李箱 打算去很久了 最近發生了很多不開心的事 我想走開一會 難怪, 一口氣死完的老公 再死了情夫 當然有點不開心 你究竟想說甚麼? 你剛才沒收到我們傳給你那張照片嗎 是, 我是和阿發有路 但我沒有殺他 你的水晶之鑼很漂亮 在這裡弄的 麻煩你別浪費我的時間 沒有事就先問我 你也算好事了 竟然想到雪硬的招來殺人 唐啟發死了也不知是甚麼事 你無證無句, 別在這裡聯絡 我可以救你們誹謗 對不起, 我在香蕉上面 和空物現場的雪櫃冰箱裡 都找不到任何的指紋 你這麼聰明 你又怎會蠢得把指紋留在香蕉上面 尤其是現在的外科手套這麼便宜 就是成本欠了不少 我不知道你在這裡說甚麼 總之也是那句, 我沒有殺人 你的確是很小心的 不過失去探靈 其實探靈也不是壞事 但你有沒有想過 這些外科手套其實很容易難 你的指甲稍微長一點也會刺穿 更何況你指甲上的那些粒粒呢 我在死者唐啟發喉嚨的 證明傷口裡面找到那顆碎石 相信是空手行空的時候用來過猛 弄穿了戴著的外科手套 一作出來 擠進了死者喉嚨的傷口裡面 只要我們將它 和你水晶甲上的碎石做個比對 就可以知道是否從你那顆掉出來 不知道這些是否叫證據呢 我十七歲就跟了後二 你是不是做人嫂嫂會好光光 誰知道你壞人被你臭到尾 動拳打腳踢 外面有多女人 我一直忍氣吞聲 直至我認識了阿發 我和阿發一早就計劃好遠走高飛 但首先要有一筆錢 救我們重新開始生活 後來阿發知道 賊差回來香港 和鴻義做毒品交易 於是我們決定起去未住 誰知道就在阿發上房偷毒品的時候 賊差竟然回頭 這樣吧, 奶奶 結果阿發就用拿來運毒的榴槤 打死了茶餐 阿發還打破其他榴槤 希望可以擾亂警方事事 我們打算賣了毒品 拿著一筆錢可以重新開始 你們兩個 我們還是被迫才會把他殺了 然後就照板煮碗 打破了西瓜 打算可以瞞過警方 鴻義死了 我以為可以和阿發過新的生活 誰知道… 什麼?不走? 鴻義死了 我們要什麼有什麼還跑來幹什麼? 我不想一輩子都忘了過 小妹, 只要我上到鴻義的位置 以後還有誰敢說你半個話? 算我了, 沒事的 在這個時候我才知道 阿發根本一直在利用我 他根本只是想取代鴻義做大哥 根本從來沒想過和阿遠走高飛 他不仁我不義 我什麼都給他 他竟然這樣對我 我一定不會放我 他竟然這樣 然後你就弄壞了那些招 弄得空暗現場 和酒店貨倉的情況一模一樣 打算教我給大口櫻 既然兩件案子他也有嫌疑 教我給他最好逼過 天亡恢恢, 法物也有一疏 你就是這樣留下你的罪證 那女人不是應該要貪命嗎? 這次阿多德 我們DIA全體同時不免不休去政策 才可以在這麼短的時間破洞 你完全破洞?破案? 要不然我們錯案中 查了這麼多線索給你 你破案?破產你又有份? 發洋警隊維護市民的生命財產 是專業精神 駱Sir, 怎麼這麼巧遇到你? 駱Sir, 你也不巧在這裡喝茶 是呀, 我剛剛在電視上看到你 這期你真是威風 只是勒人公事 要不然得到你們重案組 給我們這麼多資料去查 誰會這麼快破案呢? 我們重案組年中做了很多這些小事 不用擺放在心裡 不… 這樣嗎?我最近聽到鼎爺說 他們都很滿意你們DIA的表現 所以我打算下次開會 就動議將DIA升格為常規部門 讓駱Sir你可以繼續發揮警隊的精神 一於DIA forever 永遠, 幸運? 幸運… 大家聽著 我有件很重要的事向大家宣佈 我剛剛從總部開完會回來 上次說由於金融海嘯關係 警隊所有部門都要開源節流 所以你們都要有個心理準備 DIA也要結帳 在一個月之內, DIA要裁一成人手 真的嗎?裁一成人? 不替你解說古怪的暗號 只因我一對天眼始終大怒 心思真誓總有分數 當乎路怨岸總破得道 攀山跳海我都永不卻步 只需要根據感覺他的引導 基景的我總有一套 问谁买力实力我认最好 终部构思我分析献送哪个可疑 然而重视身体似黑头智 来往我知 穿梭空间太过乐意 让你知道我说是 最近旧底 一心征册到底 绝对的